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财经频道 今天我们来讨论00936ETF 及台新永续高息中小ETF 这是台湾首创结合永续 高息和中小型的ETF 我将分享投资这支ETF的三个重要理由 1.指数追踪与投资策略 00936ETF主要追踪特选台湾上市上柜 永续高息中小型股指数 该指数排除了台湾前50大上市公司 主要投资于中小型上市柜企业 由于目前高股息与市值型ETF 主要投资台湾前50至150大的企业 这些企业因为股价上涨幅度较大 导致配息率可能相对较低 而00936ETF主要投资台湾50至300大的 中小型上市柜公司 其投资的股票与其他高股息 与市值型ETF的重叠比率低 有可能选到配息率相对较高的股票 使得00936ETF的收益更具吸引力 自2023年成立至2024年7月26日的 韩息报酬率为19.95% 根据台湾投信的资料 中小企业的表现通常较大型股抗跌 且具有较强的爆发力 但因为00936目前上市不满一年 还需要更多时间观察 2. 配息稳定与高值利率 自2024年4月开始配息以来 00936ETF的配息分别为0.1亿元 0.16元 0.25元和0.16元 展示了其月配息的稳定性和高值利率 00936ETF在2023年11月上市时 唯用收益凭准金 但在2024年6月申请加入收益凭准金制度 预计自2024年7月30日后开始实施 这一政策的改变 预计将进一步稳定其配息水准 有助于提升投资者的信心 3. 月配息的投资策略 00936ETF于2023年上市 是一支月配型ETF 为月初配息 能与00929ETF的月中配息 形成双配息 相比于在今年台股高点上市的00939 00940 00944与00946月配型ETF 这些ETF的股价 目前还在发行价附近震 00936有着更充裕的空间来分配高息 利用月配息的特性 投资者可以在平时累积股息 在股市下跌时 将累积的股息及时投入 获得更多的股数 以增加更多的配息 市场时机与风险控制 近期台股的下跌 使得00936ETF的K值处于较低水准 当前价格较低 是一个较好的买入时机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 由于其高配息率 吸引了大量投资者 可能导致溢价过高 在这种情况下 建议投资者避免在高溢价时买入 并做好风险管控措施 最后 以上内容仅为个人对市场动态的分析与见解 不构成投资建议 如果您认为本节目对您的财经知识有所帮助 请不另点赞 订阅并分享 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